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技术厉害了 它不单单可以实现这种简单的视频动画 看这个小猫跳上了美女的尖头 一个唱歌的美女 然后戴上了一顶花帽子 同时呢还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这种动画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唱歌的这个美女 有一个比较大的镜头的转换 对吧 那除了上面这种简单视频呢 它可以实现非常绚丽的 比方说这种穿越时光的动画效果 那在这个里边呢包含了季节的变换 甚至白天到黑夜的这个变化 那这个技术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One 2.1 Fan的INP技术 那我们之前再给大家讲 这个Fan系列的控制技术 也就是Control这个模型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INP和Control的区别 Control呢是用来使用各种各样的 这个控制模型 比方说Kenny, Depth, Pose这样的模型啊 来对视频的生成进行控制 而所谓的INP模型 其实是设定手针和尾针 然后中间来生成插针动画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INP技术的一个基本的实现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One 2.1 Fan 1.3B的INP 在Hunger Face 也就是包包脸上的官网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开它的Files and Version 找到对应的这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呢 1.3B还是很小的 当然呢 你还可以去下载14B的 那个就很大了 那当然我们后边还会有一些折中的处理方案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我们待会再细说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想使用INP技术的话呢 我可以通过两种手法啊 第一个呢 就是通过Cation的扩展 那大家可以打开Example Workflow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One Value 408P I2V End Frame Example 01.JSON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首尾针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在实现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原生的408P的I2V模型 那同样呢 也可以使用INP模型啊 都是可以的 下边呢 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用这个的话呢 你注意这个模型呢 不要下载我们这个阿里巴巴派啊 官网提供的这个14B的模型 因为这个模型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型的大小也在32G左右 所以说你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K神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量化版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访问K神 在宝宝脸上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的 关于One的这个模型 那在这里边呢 你会发现啊 在14B里边 它分别提供了两种格式的这个量化版的模型 那一般我们用的就是这个E4M3这个模型啊 把它下载下来 它的大小呢 整个小了一半 16.6G 为了更快的呈现这个效果呢 我在Running Hub上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有两张图片 这是一个这个东方美女啊 然后呢我这儿呢有一个小猫啊 站在它的肩上 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啊 很简单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Impact技术 那我这儿呢也有对应的这个工作流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上传一张美女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这儿需要用一个遮照编辑器啊 把需要的绘制的区域给它描述出来 这个尽量的还是大一点啊 不要太小气了 完了之后呢 下边就是一个标准的Flex的绘制模型 我这儿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下 最核心的这个节点在这儿 Satellite Noise Mask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呢 给它进行一个Vincode 然后把这个Mask给它设定过来 然后连在采用器这儿 另外呢就这个节点别忘了 一定要加上这个插分网络 这样的话整个工作流才会有一个像素级绘制的能力 然后写提示词啊 这个不支持中文 你只能用英文来写啊 比方说Cute Cat on Glow Shoulder 下边呢我们给它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儿就有一只小猫啊 但是这个还是有点小是吧 你可能通过不断的抽卡呢 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比方这样 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方式啊 然后呢 所以说你得到这样两张图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对吧 这个猫爬上了女孩的这个尖头 然后我们开始这个怎么去做啊 它这儿这个上面这个部分啊 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 A2V的模型 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 普通的408P的F8 也就是并不是那个范的模型啊 下面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 第一个就是Reset Image 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儿会经过这样一个节点 叫做OneValueClipVisionInCode啊 有点像这个视觉编码器 那我会把第一张图片先给它进行编码 然后呢 再进行第二次编码 大家看一下 这个编码的时候 你注意这个节点就变了啊 这个叫OneValueClipVisionInCode 这个叫什么 叫OneValueImageToValueInCode 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可能K神做起来也会觉得比较绕 这个就是将第一个图片编码之后的Inbinding 也就是我们说的向量啊 然后传到这个ClipInbide里边 然后呢 同时将StartImage和EndImage给它连过来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完成了周围两张图片的编码啊 然后宽高不用说啊 然后底下这样你要注意 这儿有一个 你是不是在使用这个FanModel 如果你使用的话呢 可以把它打开 没有使用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关掉 我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14B的408P 所以说呢 这就选成False就可以了 然后帧数呢 我选的是49帧 然后在采样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好说的 把这个Inbide呢 给它连过来 剩下的这个都容易理解了 包括模型 文文编码 Tcache 然后这儿呢 我用了SRJ 同时呢 用了Free Zero Star 那最后呢 就可以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非常的棒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啊 将这儿换一个 如果我换成 Fan模型 那我选成这样 1 2.1 Fan IMP 别的都不要动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打开 然后呢 我们再运行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而且这个里边呢 这个女孩也有了一些动作 那类似的这种动画呢 你可以做很多啊 那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有这样两张图片 一个女孩在弹吉他 那我们还有一张 他戴上帽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提示词改一下啊 弹吉他的女孩 戴上帽子 然后呢 我可以再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就采用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这个工作流 它是有缺点的 它不能实现特别大的这种变换啊 比方说我们试一个 我们把这个换一张图片 比方我换成这个 它其实呢 有了一个季节的变化 对吧 那我们再跑一遍 你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呢 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呢 它可能不太稳定 那我在之前的测试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就是单路单出 直接切了一个场景 那这样呢 我就不再试了 因为它运行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那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加上模型 加载时间 一个大概在七分钟啊 大家明白啊 第一个 它运行时间比较慢 第二个就是 它不太稳定啊 我说的不太稳定 就是当这种大场景切换的时候啊 下边呢 我告诉大家一种更加高速和便捷的方法啊 那我们用的模型呢 就不用这个14B的啊 我们用这个1.3B的IMP 而且我们使用的工作流呢 也不使用K神的这个工作流 那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原生的 这个工作流呢 并没有官方去发布啊 那这是我们手搓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一个标准的 1.2.1文声视频的工作流 加了Tcache 当然你要是愿意加 CFG ZeroStar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愿意加的话呢 也没有问题啊 那另外大家注意不要加SLJ啊 就是不要加Scape Layer 因为加SLJ的话会报错啊 所以你顶多加一个这个东西 当然不加也没关系 所以说我把它给它bypass掉 你知道这可以加就行 然后我们看这个例子 两个比较大的视角 一个是女孩的一个侧面视角 一个是它正面的 注意啊 我现在选的这个图片 有些问题啊 就这个图片的大小太小了 这个可能是我下载的图片 有问题啊 后边一个都比较小 这个还比较大 都是1408乘768的啊 像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儿的主模型 大家注意 我这儿选的就是1.3B的 这两张图片选好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Resize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将这两个图片啊 做成一个batch 然后呢 给它连到 这个ClipVisionCode里边 这样呢 会生成一个ClipVision的output 这会用到一个编码器啊 是一个视觉编码器 这个跟One的那个图生生命的 编码器是一样的 完了之后连到这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了啊 正向条件 反映条件 VE 然后ClipVisionOutput 开始图片 结束图片 宽高和震的长度 就全有了 下边我们给大家测一下 这个 警戒比较大的这个效果 其实这儿我们也能看到啊 效果也是不错的 是吧 我跑一下 感觉一下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因为它这个模型比较小嘛 我这儿是49帧 帧数我在这儿统一设定的啊 这是帧数 这是宽度 这是高度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手这儿其实有点问题啊 因为它本来是拿着话筒 然后要去拿吉他 所以说这儿这个变形有点问题 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你要注意啊 这个提示词要写对啊 而且这儿是支持中文 那么你就直接写就行了 下面呢 我们再测一个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用的最开始的那个 这是一个女孩 这是那个带小猫的这个 那 这儿呢 我们可以写成小猫 爬上女孩的肩头 然后我们再跑一遍 再看一下 你要注意啊 这个采样的速度是很快的啊 这个大概用了110期 也就是不到两分钟 那我们就生成了这个效果 当然你去细看它的质量肯定是没有那个14比要高的啊 你可以再加一层修复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讲 刚才那个大概用七分钟吗 这个用两分钟啊 三倍的一个时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呢 也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测一下大场景的 那比方说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这个 随便选啊 然后用一个这个吧 然后呢 我们来跑一遍 其实磁机的改啊 我们还是改成这个 女孩正在弹机的唱歌 然后我们跑一遍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转换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工作流呢 应该是叫又快又好啊 14比的那个呢 呃 我觉得它整体的效果 清晰度呢 会更高 这个采样的速度啊 可能都会是硬伤 那你看清晰度来讲 当然它跟那个14比的 可能要差一些 对吧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 做出来很多 比较好的效果 比方视频开始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啊 这种季节穿越的效果 其实就是将很多的这种 片段里的拼接起来的 是吧 看上去就非常漂亮了 那最后呢 再说一句题外话啊 有人说你这些图片是咋生成的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有一个使用谷歌的imageFX 生成一致性的人物啊 就这个视频 大家呢 不明白怎么去用的话呢 可以再重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